虽然今天是星期天 不过已经自主停业12天的鲤鱼潭商圈 是完全看不到人影 停在码头上的脚踏船 还有拉下铁门停止营业的餐饮业者 业者出估12天商圈 损失超过200万以上 但为了防疫 他们还是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只能够共体时间要换取游客的安全 在中央防疫中心宣布提升防疫 至第三级市花莲所有的风景区 及进入禁止游客进入的管制措施 而离于潭风景区游艇 以及业者都纷纷停止营业 至今已经有超过12天的时间 码头以及街道空荡荡 以往相比情景网入空城 游艇业者17家 餐饮业者12家 当地超过了50名的观光从业人员 推估5月19号到今天停业12天 鲤鱼潭商圈出估损失超过200万元 不过业者都能够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希望疫情后能够给游客安心的旅游空间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中央防疫中心通知我们花莲众管处 要求我们业者在5月19号的下午3点就开始停止 所有的这个船只的一个出租 所以我们业者也都全全配合他们的一个防疫政策 我想这样是对我们业者也是一种损失 但是我们业者也愿意配合为了这么严重的疫情 那个影响到我们台湾地方 我想疫情也赶快可以结束 不要再造成这个严重的一个影响 往日的旅游人生顶背 今日谈面一艘船都没有 而这样空荡荡的风景特定区 冷冷清清的模样 让更多当地的业者谨慎小心 只希望往日荣景能够尽快在疫情控制之后回流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